As far as I know, 海南的Expo Fashion Week has been successful. 小红书的账号我开的时候 其实完全是为了去分享我喜欢的东西 也去分享我们合作的一些品牌 所以小红书的账号 更多的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和立场 在这个平台上 我没有办法代表我们在合作的任何一个品牌 发表任何的观点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不过我倒是可以作为 在高定行业这个领域工作了超过十年的 这么一个行业的专家 来跟大家去讲一讲 就是关于高级定制和特别定制的这些区别 还要兼顾一下 我看看我的眉毛怎么样 大家所熟悉的高级定制 我们说HawkTool 我相信不用我多科普 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是需要通过法国的高定协会去认证 才会去拥有高定这个称号的 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 大家所说的品牌后面加了一个Cuture 或HawkTool 它就是一个高定品牌 那高定品牌其实每年固定会在巴黎 做两季的发布 那固定在这两次的发布会中间 所发布的产品 我们就会说它是秀场的HawkTool 就是高定的发布款 那每一个高定品牌 其实我相信对于自己在秀场的 首次的发布的产品都非常的重视 那对于高定品牌来说 品牌的调性 还有选择与它所高度契合的这种人物的形象 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对于最新级的高定的首次露出 都是在挑选人选上都是非常的谨慎和严格的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穿上高定品牌的首次露出 我相信当然它的角色和分量也是很重的 大家会问这个高级定制的秀场款 和这个特别定制款有什么区别 那秀场款就是固定每一季 会出现在高级定制发布会里面的这些款式 而特别定制呢 它是独立存在的一件衣服 所以它没有可比性 我相信每一件衣服都有自己的设计的灵感 然后包括设计师注入了无数多的心血 它是一定也有特别适合他的人 衣服也是有主人的 那每一个人也有适合自己的衣服 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当一个人穿上一件衣服 所赋予他的跟他自己的人物的性格 和他的人格魅力相吻合的时候 那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 所以只要合适 只要是穿出了这件衣服最好的精髓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合作和露出 希望你们能够去享受这样的一次美好的视觉盛宴 还有人物和品牌的一个高度契合的一个呈现 以后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美好的这个组合发生 那我发这个视频其实也是希望大家 能够尽快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 有了一次非常美好的视觉的享受 然后也欣赏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角色 呈现给我们这个效果 那应该更好的吸取这个能量 然后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生活 去享受我们的生活 创造我们自己的精彩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对你们喜欢的人 或者是喜欢你们的人 最好的回报和支持 希望我的这个解答可以 消除你们很多的疑虑 但是我也再次重申一下 这也是作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 跟大家去分享 如果你们不认同或者是不喜欢 也欢迎你们留言 如果我工作不忙的时候 可以再跟大家慢慢的分享 更多有趣的话题 那我也再次重申一遍 小红树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账号 希望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的日常 我喜欢的一些美好的文字和情感 还有我喜欢的美好的时尚的内容 没有办法在这里代表我们合作的品牌 去发表任何的观点 也请大家见谅 好了我要继续完成我的装法造型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